全部送檢 大雨的夜晚台南街頭LED路燈 成了照亮視線的關鍵 2021年開始汰換的嶄新路燈 卻被議員踢爆 斷電器 中國製造 甚至還有安全疑慮 試試看你能不能用手來動好不好 可以 迷你漏電保護開關 這邊 他沒有寫Made in China 他寫Made in Taiwan 市議員直指台南LED路燈的斷電器 從操作的方式到故障的負荷值 通通不符規定 而且疑似疑花揭幕 外殼寫著台灣製造 但是卻來自中國浙江 而實際到市區瞅看 這個路燈已經口已經不在了 如果有小孩一直經過去 經過然後手續給他誤觸 其實不用工具就可以去轉動 路燈下的控制箱 白色的斷電器 就是被議員指控違規的關鍵 斷電器是用來保護設備 防止陰電火災 議員指控接到了檢舉 它那是LED路燈的斷電器 標示台灣製 內裝卻是中國製 而且不符合CMS規定 使用工具才能夠手動調整開關 另外故障的負荷值2.5 跟台灣的標準完全不同 造成這個周邊民眾的 公共危險嗎 或者是民眾的過往 民眾的生命安全 這就是公共危險 那個上來地點的 路燈斷路器 我們昨天已經 拔起來送煙 議會總質詢之後 公務單位隨機拆除 可能有疑慮的斷電器送網檢驗 包含台南市政府辦公室外的路燈 還有其他行政區議員指控 大約有10萬支 通通都是這一款 有安全疑慮的中國製斷電器 但是檢驗報告出爐之前 斷電器會繼續使用 如果下雨安全嗎 也讓人提心吊膽 三天新聞網上聚融 談談